這句口號是誰先講出來的呢 就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說 不是喊台獨就可以貪污 這句話 不是說你喊個台獨 你就可以貪污 現在民進黨政府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請大家來造句 不是什麼什麼 就可以什麼什麼 等一下我們趕快 在聊天室趕快寫下來 便宜姊妹待會兒會幫我們蒐集一下 來看一下誰造的比較好 不過現在已經有好幾個 這個網友先幫我們造出來了 包含了Killazio 他說 不是說我負責就可以沒事的 這句話誰說的 不是說我負責就可以沒事的 這句話說的 好 另外還有薇薇說 不是一句機密就可以什麼都帶過 尤其是論文的問題 不是說你放了什麼 機密十年都三十幾年不能解密 這樣子就可以帶過 大家但是一定要查的 好 另外還有 Ella Rock說 不是通氣蓬批就可以掩蓋真相 就是這些嘛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我們的來賓來幫我們照照劇囉 首先我們要請董哥 我的照劇其實因為今天是耶誕節嘛 所以我要講一句比較心酸的話 不是還是 耶誕節 不是還是三盟就可以天長地久 今天很多人在過節 身旁的人到底是誰 這個其實是一個人生的常態 我告訴你 不是喊耶誕快樂就可以敬戶二讀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自稱有論文 就自稱是博士 就可以是博士 這照得真的非常好 沒有 更重要的是他是沒有論文 沒有論文 重點是他沒有論文 應該是說 不是自稱博士 就可以保證論文是真的 好 那個這樣子 我其實跟董哥的心情很像 因為其實今天平安夜 很多男女朋友 在這一天都是算很重要的一個節日 農情蜜意等等 但是不免又讓我想起來說 不是加入民進黨集團就可以痛打女人 我覺得林秉書的這個問題 還有民進黨現在好些網軍投 或者加入民進黨那種 一下子自己變成網紅 那種猖狂人士 都有很嚴重的性別歧視 而且對女性 對比較弱勢的 都有這個暴力傾向 真的不只是林秉書 因為唐鳳自己也說 他也不是也說 他也有警察記錄 他也有毆打他的親密關係的朋友 連唐鳳都有 對 是啊 唐鳳也是很 就是之前也有鬧過這樣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真的不是你以為你在民進黨集團 保護得那麼好 你就可以痛打女人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真的 太多人拿著這個 黨政黨旗綠顏色為所欲為 太囂張了 對 不管怎麼樣都不能有暴力 對 所以很清楚 不是 不可以以為叫俗婚 就自稱是董娘 全台灣有兩萬七千多人 都是叫俗婚 我們俗婚結合起來 真的力量很大的 不過俗婚你可以朝董娘努力賣進 我朝董娘努力 還有機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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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